血壓代表血液流動時 血管所承受的壓力 收縮壓代表心臟收縮時 打出血液血管承受的壓力 疏張壓代表心臟放鬆時 血液回流的壓力 美國心臟學會重新定義 收縮壓高於130毫米拱柱 疏張壓高於80毫米拱柱以上 就是高血壓 目前全台灣高血壓人數 超過430萬人 當高血壓的時候 通常不會有什麼症狀 可是長期的高血壓 會帶來身體危害 因為血液在血管裡流動的時候 力道是過強的 不斷衝擊的血管管閉 血管就會越來越不健康 一個人患有高血壓時間越久 無論是不知情 或是控制了不理想 就會帶來越多的併發症 包含血管受傷 造成周狀動脈硬化 或形成血管流 增加破裂的風險 或造成器官失能 發生心臟衰竭 腎臟衰竭 認知障礙或中風 影響視力或性功能障礙等等 根據WHO指出 全球有13%的死亡 都是高血壓所惹的禍 絕對不可輕忽 高血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慢性病 如果有高血壓 而沒有把血壓控制好的話 會造成嚴重的心血管疾病 跟腦血管疾病的併發症 在台灣65歲以上的人 十個有六個人都有高血壓的問題 在110年最新的十大史營統計 高血壓直接造成的死亡 從第七名上升到第六名 它所造成的相關的心血管疾病 跟腦血管疾病則分別排在第二及第四名 那我們一般人都知道高血壓這個問題 但是大家都常常以為 它是一個不會有 可能有症狀才需要去注意的毛病 那事實上 大部分的高血壓患者 都不會有症狀 如果等到有症狀才去量血壓 常常都已經造成嚴重的病發症了 很多人都覺得沒有症狀需要量血壓嗎 其實不管你有沒有症狀 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壓 還是知道你有高血壓 因為沒有症狀而不去控制它 這樣就會長期造成很嚴重的後果 主要是因為血壓太高 沒有控制會造成血管不健康 在我們全身血管分布 比較密集的器官 就會對器官造成影響 很多病人的迷思 覺得我沒有症狀 應該血壓還好 但其實有時候 症狀發生了就是 已經有高血壓的病發症 那其實高血壓的病發症有很多 與凡身體有血管的地方 都有可能有病發症 腦部就是腦血管 那可能會有中風 心臟可能就有心肌梗塞 那如果是腎臟的話呢 就可能會有腎臟病 甚至久了之後會需要洗腎 那不幸的 你可能會造成一些 這些器官的急性的病發症 比如大家所收集的心肌梗塞 急性心肌梗塞 急性心衰竭 甚至主動脈玻璃 甚至腦出血而造成急性腦中風 那就算沒有這些 很急性的不幸的後果 那因為你長期控制 不控制血壓 那也會造成這些器官慢性的一些 長期的慢性病發症 高血壓的原因 一般可分為 本態性高血壓 和續發性高血壓 大部分高血壓患者 屬於本態性高血壓 成因可能與遺傳 生活習慣 壓力相關 少數病人屬於續發性高血壓 此種高血壓與疾病相關 高血壓就是身體的血管的壓力過大 那所以久了之後呢 就會有血管硬化 那甚至會有阻塞的狀況 所以其實任何血液會到的地方 高血壓都會造成傷害 所以不論是大血管 包含就是主動脈 或者是小血管 腦血管 心血管 或者腎臟的血管 其實都會因為高血壓受到影響 醫師建議成年民眾 應保持每年至少量測血壓一次的習慣 如果量測結果顯示 已經是高血壓前期或高血壓 建議高血壓前期的民眾 應著手改善生活型態 監控血壓 避免高血壓情況持續惡化 TVBS新聞 陳如環 蔣志偉 臺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臺北採訪 Bin